如果女生可可明確的告訴你 我不會喜歡你的 我們還是當朋友吧 這就是徹底的沒戲了 然後不要有這種想法 她是不是在欲擒故事 我是不是追的不夠努力 很夠了 那她是不是在考驗我 你是不是被拒絕打擊太大傷到大腦啊 很多人就是在追求的時候 做了很多NG的行為 而被人家討厭 導致第一關就被刷掉了 所以今天要講的主題就是 追求時的幾種NG行為 一 對方有交往對象了還一直追 這點我覺得非常非常報告 人家交往得好好的你去介入幹什麼 是不是犯賤 就算今天對方接受你了也就是劈腿 那你犯賤他也犯賤 但你比較賤因為是 厲害的 然後懇求各位不要有這種想法 她要是分手了 就會跟我在一起了 會 會啦 不會 那在一起怎麼辦 那你就等著報應吧 如果今天她在有伴侶的狀況下 還能被你追走 那就表示她對愛情的價值觀就是 儘管我有伴侶了 還是能接受別人追求 除非你有把握你條件是最好的 不然總有一天 她也會被別人追走 不 不該 2 自以為是 我們知道女生通常會喜歡能力 比自己強的男生 也就是說這個男生可能有某些特質 是讓女生崇拜的 但是先決條件是 女生要自己發覺 而不是你刻意講給他聽 你如果在追求的時候 為了讓女生欣賞你 而不斷講自己多厲害多有能力 女生並不會覺得崇拜 可是覺得你很自以為 Hi My name is Jen 哇你會說英文哦 Of course 呃 What do you do My fine thank you and you 呃 我是問你是做什麼工作的 哦 我知道啊 我開玩笑的啦 哦 是哦 我是美國Apo Banana Dogcat 企業董事長 年收五千萬 參加過國際企業高單公會 甚至代表台灣參加1978年 世界幹話王競賽冠軍 會有26國語言 包括專輯 野國電影 連國小賽跑都是第一名 是一個文武雙全的男子漢 標謀 真的有能力就做給人家看 不用一直講沒有用的啊 3 太快過於親你 這個狀況就是 明明還沒有很熟 但在聊天的時候 卻跟對方過於親你 像這樣 親愛的耶 昨晚在幹嘛 關你屁事 沒有啦 那你們想我啊 當然沒有啊 可是我很想你耶 那關我屁事 幹嘛這樣 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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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賽啦 奇怪都還沒有在一起 就叫這麼親你 你是怎樣 幻想症是不是 拜託不要這麼快 就想叫對方什麼 寶貝啊 親愛的啊 甚至想像情願一樣的撒嬌 絕對的噁心 噁 一定會被討厭的 是 死纏爛啦 告白被拒絕了 可能不會被討厭 但你還一直追就有可能 如果女生可明確的告訴你 我不會喜歡你的 我們還是當朋友 這種確定的答案 你就是徹底的沒戲了 滾球吧 不要再死纏爛打 然後不要有這種想法 他是不是在欲擒鼓掌模式 我是不是追的不夠努力 很夠了 那他是不是在考驗我 你是不是被拒絕打擊 太大傷到大腦啊 一直打電話 一直傳訊息 甚至跑去找人家 你只是搞得對方壓力很大而已 其實還有很多追求的NG行為 像是言語低俗下流啊 毛手毛腳啊 這些不能做應該都是基本常識吧 所以我也就不再多說什麼了 其實追求這件事是非常奇妙的 畢竟它是從朋友變成情人的一個過程 中間有很多分測是必須要拿捏好的 彼此的感覺非常重要 注意我講的是彼此 如果你是自我感覺良好 沒有考慮到對方 是一定會被討厭的 觀眾 是建立良好關係的第一步 不要過度積極 也不要過度消極 就在感覺之中慢慢推進 會在一起 終究會在一起 不會在一起 你強求也沒有用啊